嘿,大家好,我是鞠鞠鞋 今天的糾讀我們要來介紹的是這一本 好奇心的幸福力量 如果問你,你每天這麼忙碌 到底在追求什麼 我指的不是物質層面上的 而是最根本的那個動機 關於這個答案,大多數人的回答都是 快樂,很合理吧? 但是為什麼追求快樂的過程會這麼痛苦 而最後得到的那個快樂卻又這麼短暫 你每天七早八早爬起來上班 好不容易等到個廉價 放完之後,想到隔天又要回去心裡就很差 我們付出了這麼多的代價 好不容易得到了快樂,卻又騷衷即逝 沒多久之後又覺得日子空虛乏味 只好再找一個你認為能夠讓你感到快樂的目標 然後繼續痛苦的追尋 直到有一天才意識到 自己好像眼前掉了一根紅蘿蔔的馬一樣 為了追求快樂只能不停的往前走 一路走到死都在追求那根叫做快樂的紅蘿蔔 如果你覺得你的人生也陷入了這樣子的困境 那你一定要看一看這本好奇心的幸福力量 這本書開中密就告訴你 我們一直以來被灌輸的觀念 快樂是人生唯一最重要的目標 這個基本命題從一開始就是錯了 因為一心追求短暫的快樂 而忽略了追尋快樂的這個過程中 美好的一切 如果你的人生總時間是百分之百好了 你付出百分之九十五的時間 在追尋快樂的過程上 而真正讓你感到快樂那段時間 只佔了百分之五 一個只有百分之五甚至不到的時間 是快樂的人生 根本沒人想要吧 然而大多數人都過著這樣子的人生 當然追尋快樂也是重要的 它畢竟是促使你往前的一大動力 但更重要的是 那百分之九十五的過程中 為什麼一定要是痛苦的呢? 這本書就是要告訴你 如何讓這段過程變得不痛苦 甚至要能夠去享受這段過程 首先你需要的是 好奇心 好奇心跟其他實現幸福的方式不同 它是對於新鮮事物的一種 欣賞與追尋 而不是拼命的追求一個定論和確定性 它是非常靈活的 所以只要讓好奇心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就能大大的延伸幸福感 而不再只是有得到獎勵時的短暫快樂 就像是電影《命運好好玩》裡面 拿到可以快轉人生 跳過乏味過程的遙控器的主角 麥克一樣 在快轉的過程中 他就會進入自動駕駛模式 那是你,在自動駕駛 燈光是燈光,但沒有人在家 等到他驚覺自己錯過了整個人生時 給他遙控器的末題 忍忍說了一句 早在我給你遙控器之前 你就已經在快轉你的人生了 你已經在快轉你生日子 很久以前你認識我 你會活到你選擇的生命 每天的例行公事 一樣的通勤路線 差不多的午餐選擇 老師或主管的碎碎念等等的 我們不知不覺就會開啟自動駕駛模式 來讓我們在心靈上迴避這些乏味的琐事 所以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 關閉你的自動駕駛模式 重新體驗與發現生活中平凡的一切 那關於這一點呢 書中提供了幾個指導方針 早上醒來時我是不是看見了 以前忽略的事物 與人交談時 我要對任何事物都保持開放的態度 不做分類、評價或回應 讓創意呈現出來 先壓制住自己的控制語 走路時關注自己身體的每個動作 以及視線內所看到、聽到、聞到的事物 我唯一相信的是 新奇事物無所不在 不做任何假設和推斷 這些當然只是參考 重點是保持思考的靈活狀態 覺察當下的事物 不要隨便開啟自動駕駛模式 第二點是 將你所做的事情 和個人價值觀連結在一起 為什麼會覺得生活乏味 就是因為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沒有意義 甚至和自己所重視的價值觀有所衝突 而忍耐這一切就是為了得到最終的獎勵 而必須付出的辛苦過程而已 但是如果將這些過程和個人價值觀做連結 不只不會覺得乏味 甚至還會更有動力去完成這些事 並且能在過程中得到滿足 真正享受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 自己重視哪些價值觀 在畫面上列舉的書中提出了幾種價值觀 當然也可以自己加入啦 每個人都不一樣 請從中找出10種對你來說最重要 不可忽略的價值觀 價值觀能當作我們的指引 幫我們做出對自己來說有意義的選擇 是該提出大膽創新的提案 還是維持保守穩健的成長 該做出妥協還是堅持己見 該多花點時間運動 還是多看書充實自己 讓你先知道自己重視什麼 就不會覺得自己只是被動的該幹嘛就幹嘛 整個過程才不會是平淡無奇的 第三點是 收斂與升華 畢竟人的時間跟注意力是有限的 好奇心過剩也會造成反效果 結果就是花了過多的時間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 所以請各位做一個練習 記錄下你今天把注意力都花在什麼地方上了 請注意喔 我說的不是指你花時間做了什麼 而是你花心思在什麼事情上 只要詳實記錄 你會很驚訝地發現 你浪費了多少注意力在這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 做好注意力控管 就能更有效率地將行動和價值觀做連結 而如果你決定關注一件事 並且花時間在它上面的話 接下來要思考的就是 有沒有更好的行動 去將你重視的價值觀和這個行動做連結 這就是行為上的升華 所以總的來說 你花時間做出什麼行動 取決於你花注意力去關注什麼事情 你關注什麼事情 取決於你重視什麼價值觀 而要如何知道自己重視什麼價值觀呢 就要先從停止麻木的自動價值模式 實時覺察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事物開始 而這一點靠的就是 重拾你的好奇心 所以為什麼這本書叫做 《好奇心的幸福力量》 我想作者想傳達的意思應該是 對於一個麻木生活已久 每天只為了追尋5%的快樂 而過著95%的時間都很痛苦的人生的人來說 首先激發其他好奇心 後面的一切才會慢慢的水到去成 才真正過著心靈上充實的人生吧 所以書中其實只有開頭和結尾 特別強調好奇心 有蠻大的篇幅是在講 個人價值觀和行動的連結 在工作啦、人際等生活各方面 要如何去實踐 算是一本理論與實踐兼具的書啦 如果你曾經在忙碌的一天中 也許上廁所或是洗澡的時候 突然開始納悶起 這一切的辛苦、努力到底為了什麼 為什麼我的人生感覺好像是 痛苦、痛苦、痛苦、痛苦 達成目標、快樂 然後又痛苦、痛苦、痛苦、痛苦 達成目標、快樂 這樣無限的循環下去 如果你曾經這樣想過的話 建議可以找這本書來看 會得到一些啟發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這一本 好奇心的幸福力量 好,如果喜歡這次影片的話呢 不要讓人家下個讚 想要更多的話就 歡迎訂閱、按鈴鐺、收藏一下 旁邊的小鈴鐺 或是點擊螢幕上的這些框框也可以 那這次就這樣囉 我是啾啾鞋 下次再見囉 掰掰 冷氣遙控氣